以色列對加沙走廊的哈瑪斯武藏地點進行了空襲 並對敘利亞的軍事地點進行了襲擊 造成了8名敘利亞士兵死亡,7人受傷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開洛回見埃及總統塞西 防止哈瑪斯和以色列軍事升級 土耳其總統阿爾多安取消訪問以色列 他表示哈瑪斯不是恐怖組織 他們是為保護土地而進行戰鬥的解放組織 德國警方在收到潛在襲擊信息後 逮捕了一名男子 一名29歲的男子涉嫌策劃襲擊親以色列自衛活動 颱風奧蒂斯在墨西哥太平洋海灘度假勝地 阿加普爾科附近登陸後降為四級風暴 阿加方的巴衣 海灘度假設 阿加的烈警方 跟安全兵兵人 宿航阿加兒 阿加的散當中 阿加匈中 阿加的里面 波雅